大家好,我是清风乍起,就等你了 今天继续介绍花吃美女爱看帅哥吃饭的美食剧 和帅哥一起吃饭第四集 终于美食杂志创刊了,好美男演内心激动 所以现在她的任务就是到处找优秀餐馆 还有餐馆里的帅哥进行采访,介绍给读者们 她对主编说,要同时找到帅哥和美食不是一件意识 哪知主编说,帅哥什么的,随便走进一家餐馆就有吧 听这意思,好像是帅哥遍地有,他这种丑男才难找 还竟似有一丝得意,这不是普信男,这是丑信男了呀 好美不乐意了,一拍他肩膀说,你是说帅哥那么容易找 主编立刻又怂了,淡定的道歉说他错了,怂得那么从容自信 好美不知该去哪里找好吃的餐馆,而继剑提议去浅草 说他认识几家不错子餐厅,其实他是现查的 主编建议继剑跟好美去浅草一趟 继剑对主编感激涕零,主编觉得自己做媒婆比做主编有天赋 转天继剑和好美来到了浅草,好美接电话时 继剑仔细观察好美,发现好美从来不穿露出胸部和腿部的衣服 明明有F罩,却深藏不漏,真是可惜了 而好美也在暗中观察他,发现继剑是360度无死角的帅 但就是有点我行我素,真是太可惜了 这俩人各怀鬼胎,却不敢图谋不轨 这种怂跟主编的怂有着本质不同 一个是对暴力的屈服,一个是纯粹的怯懦 哪知继剑介绍的餐馆今天不营业 好美说继剑应该提前确认一下 继剑沮丧的说抱歉 好美觉得继剑的样子就像一条被教训的大型犬 很可爱,难道好美只是把帅哥当宠物一样喜爱 并非男女之间的原始欲望使然 他让继剑不要沮丧 而继剑忙打电话联系了另一家餐馆 哪知另一家餐馆今天有人包场 继剑这是得罪爱神了呀,还是得罪餐饮街了呀 而继致的好美也提前调查了几家餐馆 建议两人分头去调查,效率高 他让继剑拿着杂志的宣传彩印 跟餐馆的人好好解释主题 继剑只好听话 毕竟他搞砸了和好美亲近的大好机会 而好美很担心没有帅哥 吃饭根本没食欲 帅哥就像他的老干妈 是不可或缺的下饭伴侣 哪知正走着 突然看到一位车夫把客人拉到目的地 而那位车夫竟然是个不折不扣的帅哥 好美心里小猪乱撞 忙躲到一旁偷瞄帅哥 帅哥的麦色皮肤很健康 虽然瘦但很有肌肉 那帅哥停好车 走进了旁边一条小巷 好美毫无跟踪技巧的追踪而去 帅哥静止走进一家餐馆 好美直勾勾的跟了进去 就跟帅哥掉了的魂魄一样 老板娘热情招呼他坐下 他坐在了帅哥的鞋对面 帅哥点了一份天赋罗盖饭 好美立刻举手也要了一份 帅哥奇怪的看了他一眼 然后朝他笑了笑 好美的心背着笑容撩拨的二间半盛开 左右心房防颤 荷尔蒙乱窜 老板娘来送筷子 还捏了捏帅哥的胳膊 夸赞帅哥肌肉多 好美见那帅哥肌肉隐约 有一种干净的氛围感 不禁又开始心愿意马的 神游天外幻想起来 幻想帅哥把他扶上车 给他系上安全带 盖上毯子 然后拉着车如风般的跑起来 好美享受极了 看着帅哥的优美跑姿 浑身的活力 不禁酥到了骨子里 帅哥把他拉到一处景点参观 还跑去帮助一个小女孩摘气球 好美对帅哥的好感度 飙升至200% 接下来帅哥要帮好美拍照 但好美希望能和帅哥合照 然后两人就甜甜蜜蜜的合影留念 突然咚的一声 他的天妇罗盖饭上桌了 这碗饭非常漂亮 感觉这距离的食物 比五郎叔里的食物更漂亮 白白的米饭上堆满了炸鱼和炸虾 金黄金黄的 肉眼可见的酥脆 但这么大一碗天妇罗盖饭 好美绝技吃不下去 所以把求助的目光投向帅哥 帅哥说了声我要开动了 端起味噌汤喝了一口 疏通一下粮道 然后夹起炸鱼咬了一口 再送一口米饭一起嚼 嚼得欢快踏实 悦耳动听 他夹起超大的炸鱼 送进嘴里咔嚓咔嚓的嚼着 吃的相当粗犷 一口天妇罗 一口米饭 一口小咸菜 一口味噌汤的不停输送 吃的就跟一只鸡肉野兽一样 吃出了撕裂感和饥饿感 而好美见帅哥吃的如此香甜 一股热流涌遍全身 食欲刹那间被激发出来 他立刻夹起炸鱼咬了一大口 香脆的面衣和热乎乎的鱼肉 味道真绝了 他又夹起一条炸鱼 一口口的吃起来 这淋满酱汁的炸鱼 越嚼越香 口感一流 再吃一口清甜的白米饭 般配的天衣无缝的 接着他又夹起那条超大的康吉蛮 使劲咬了一大口 康吉蛮的味道实在太香了 舌头都给香抽了 接着他终于夹起那只 万中期待的凤尾虾 小嘴一张咔嚓咬掉一半 弹嫩的虾肉极其鲜美 黄金白玉一样的咬断面 让人欲望勃发 经过复杂的凤尾虾 美味都被封印在里面 浇上清爽的酱汁 咬一口鲜美直冲味蕾 满嘴星空和大海的味道 结果吃着吃着 他又开始盯着帅哥歪歪 幻想两人是男女朋友 一起吃天妇罗盖饭 帅哥说虾富含牛黄酸 能帮助恢复精力 干劲十足 豪美害羞的说 什么精力干劲的 太害羞了 帅哥忙解释 他不是那个意思 但又说 如果可以的话 我很想为豪美 使用我的精力和干劲 豪美娇羞的说 我愿意 帅哥立刻说 他等不及了 上去要啃了豪美 然后豪美就笑嘻嘻的 吃完了一大碗天妇罗盖饭 关键时刻喊咔 导演你可真拉 豪美忐忑的走向帅哥 说他是美食杂志的编辑 想采访帅哥 帅哥翻了翻杂志的介绍 羞涩的说 虽然有点不好意思 但他愿意接受采访 豪美顿时笑逐颜开 看饱了吃饱了 工作也完成了 这工作也太爽了 下午西剑独自回到编辑部 主编奇怪的问 你不会被豪美甩了吧 此时豪美也推门而入 高兴的说 终于有个帅哥 同意采访了 然后就把车夫帅哥的照片 给他们看 主编连夸车夫帅哥够帅 细剑却有种深深的失落 趁着豪美出续之机 主编说 他要给细剑一件法宝 结果是一套 cosplay的王子服装 说穿上就能变成王子型帅哥 然后就穿上给细剑示范 但这衣服他穿上后 不像王子 像逆子 豪美回来后看恶心了 让主编赶紧脱了 说不想浪费午饭 而细剑幻想 如果自己穿上那套王子服 一定会让豪美尖叫不已 本集中 好了我要去吃饭了 郭短白下次见 有猴